子宫是孕育新生命的场所,同时是女性非常重要的生殖器官,近年来越来越多女性都开始重视起对子宫的养护工作。 然而,在日常生活中,不少女性会因为疾病等原因,被迫切除自己的子宫,那么,女性切子宫了会怎么样?哪些疾病需要切除子宫,与防癌症切掉子宫靠谱吗? 子宫是十分脆弱的器官,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侵袭,当出现较为严重的妇产科疾病时,就需要对子宫进行摘除手术,如子宫和卵巢的恶性肿瘤,大的或多发性的子宫肌瘤, 经中西药医治无效的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,严重的子宫破裂,子宫肌浓,子宫内藩,子宫脱锤,因虚形双侧疏卵管卵巢切除,而不必保留子宫者,严重的子宫腺积症,子宫内膜或宫颈的癌痫病变等。 近年来,随着宫颈癌患病率的不断攀升,一些女性如临大敌,个别隐喻的女性会觉得,反正孩子都生了,要子宫也没什么用,索性切掉子宫还能预防癌症。 对此,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梅卓贤,在此前的采访中曾表示,切子宫防癌不可取,子宫可以说是女性第二生命,切记削足是吕, 并不能说生育后子宫就没用了,切除子宫会给女性身心带来各种不适,因此保留子宫对绝经前妇女的重要性无庸置疑,不论是医生或患者,在做出子宫切除决定前,必须经过慎重的考虑。 至于子宫颈癌,根据目前的技术,完全可以通过注射HPV疫苗进行预防,女性切子宫了会怎么样? 停经月经是在卵巢周期性激素变化下,引起的子宫内膜周期性脱落,而造成的出血现象,当进行子宫全血手术后,既无子宫,自然不会有子宫内膜脱落。 而造成的月经现象,内分泌失调虽然调解内分泌的器官式卵巢,实施全子宫切除手术时,子宫动脉被阻断,势必造成卵巢分支血管阻断,导致卵巢部分缺血,卵巢轻度缺血影响不大。 严重缺血者可治内分泌失调,甚至出现更年期症状,表现为头晕、心悸、焦虑、肩膜、注意力不集中、阴道干燥、性功能下降等。 精神压力变大有研究表明,妇科手术给妇女精神上,造成一种独特的压力。 做子宫切除术后,即使女性失去每月的标志、月经,又使女性丧失生育孩子的能力,此时的精神压力特别显著。 另外,因切除子宫而造成的内分泌失调,也可能导致女性出现神经质、易怒、抑郁、失眠、健忘等的情况。 加大女性精神压力影响夫妻生活修修除期,血液流到盆腔的容量,会因子宫的切除而相应减少。 性兴奋时,由子宫上升导致的阴道紧张感也将消失,使得修修快感多少受到一些影响,子宫切除后还会形成疤痕,使盆腔肌肉的弹性受到一定影响,阴道因此不易扩张。 特别是在快感高潮期,子宫收缩的状况也将消失,由于子宫切除,盆腔的血液因没有子宫的储存而停,流时间变短,因此快感时间也可能会变短。 不过这些影响在性生活中几乎不太会被注意到,由此可见,女性切除子宫后,虽然不会说变成男人,但身心都会受到比较明显的影响,建议女性在决定切除子宫之前要慎重,更不要为了预防宫颈癌而盲目切除子宫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